中國國際政府積極推廣中共病毒疫苗 變相強制民眾接種 否則大眾出行都會受限制 不能上班上學 甚至將接種跟考核掛鉤 威脅不打、停發工資等引發民怨 近日廣西、安徽、江西等地的政府發通告 宣布全面實行健康碼和中共病毒疫苗接種紀錄二碼聯查 或加上行程碼的三碼聯查 通告中還稱對因未接種疫苗而引發的感染事件 依法依規嚴肅追責 湖北省十縣市茅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人員 8月20日向記者表明 通告的目的就是要達到全民接種疫苗 陝西網友鄭先生認為 對未接種疫苗追責很不講道理 他說 此外湖北的十縣市茅戰區 岳洲的岳城區、河北的海興縣、臨西縣、清河縣 相繼發出通告 對無辜不接種疫苗的人員 納入個人誠信記錄 對政府強制打疫苗 湖南網友周先生提出兩點質疑 周先生說中國大陸實行網格化管理 街道社區人員給他們管轄下的每個人打電話 叫人去打疫苗 每個人都避不過